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华人基督徒 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灵命的健康 你知道 华人移民教会里面 一直都有这个现象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代 有两种的从教会的流失 当然有一半以上的孩子 他们说他们不想再参加 他们父母亲的 所谓的移民的教会 他们宁可去别的教会 这也好 不一定是坏事 可是你知道竟然也有50%到70%的所谓的 他们就从他们自己的信仰就流失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想父母亲有四个孩子的话 竟然离开家上了大学以后 有三个孩子 四个里面有三个 他们会放弃信仰 这个量的流失 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 所以 而且这一个流失率 在过去的十二十年里面 甚至更加严重 我们必须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一旦他们离开家 他们上了大学 是的 他们有好的学习 好的工作等等 可是他们竟然从信仰中就流失了 这一个鸿沟里面 为什么信仰会失落呢 我们要知道这一些可能的原因 是的 有很多的调查 尤其在美国里面讲到 他有很多的 他这些年轻人说 我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就是不想去教会 也有的 对教会有非常强烈的负面的 他说教会很虚假 爱论断 论断 可是也有的是说 他们是大学工作忙碌 离得教会远 或者是教会不关心他们 可是 他们也有的说 我们到教会没有朋友 我干嘛为谁去教会 你看到没有 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来做选择 这个做决定 这是事实 这也是神 他对我们的信仰的要求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 可是做父母的 我们照顾养育我们的儿女 培养他们 我们更是需要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危险在哪里 当然教会也要帮助父母亲 来有一个对策 我们的孩子 他们也需要知道 这一些危险性的存在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我们第二代的信仰 这是我们都需要做的 是什么 向我们就能优优优独播副 最后是使用那个 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信徒的第二代 他们的灵命成长 其实是一个非常被 许多的学术的研究都在关注的 在每一个大学或者神学里面 他们都有详细的在调查做研究 而且在知道在不同的成长的阶层里面 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而且从这个每年至少 有一次两次的大型的报告里面 也让我们知道 有一些因素是可以预测 一个孩子是否是能够持守他们 继续他们的信仰 一旦他们离开父母亲的这个屋檐 或者是他们的关注之下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养成养育 这个能够离开家 没有父母亲就可以自己 然后有信仰行为 会读经会祷告会上教会 他们自己要负责任 家长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跟教会都要来帮助他们 是的 一个温暖的家 从小有这种上教会的朋友 学习在教会的服事 然后接着从这个感性 然后道理性跟这种经历神 加上这个父母亲 他们从小就给他奠定 这种信仰的习惯 有这种信仰的传统 加上对圣经有这种认识 自己的认识 这样一旦上了大学之后 他们继续有这个信仰的行为 而且能够在面对 这个世俗的挑战 这种对敌对基督教的 这种环境里面 他们能够说这是我的信仰 我愿意持守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说这一些是信仰的传承 是一个被研究 而且能够证实圣经里面 所讲的 非常的重要 自己的信仰 第二代他们自己的信仰 加上家长加上教会 好像三股的绳子一样 预备他们 一旦离开家之后 能够蓬勃的 像这个健康的成长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话 很可能的 他们就离开家 甚至在离开家之前 信仰就萎缩 我们就看见 那个信仰的传承 就无法的继续 当然也有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需要再挣扎 可是做父母的 我们有这个责任 就是在他们离开家之前 上大学 我们就要让他们 有个健康的灵命 是的 我们每一个家长 都愿意我们的孩子 身心灵健康 我们关心他们吃什么 做什么运动 他们的作息 他们的健康的习惯 同样的属灵的习惯 也要建立 我们也要帮助他们 来操练 不是只是知识而已 而是他们对神的那种 真正的跟随 愿神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 华人基督徒 我们的第二代 他们的灵命的成长 这些灵命的成长 是被这种学术界 所关心的 而且他们做了很多的调查 很可惜的是 我们华人却没有来认识 这样的资源 跟这样的研究的报告 英文里面 尤其在北美 非常多 而且做得非常大型 甚至 美南进行会 做出这个报告 他们从很多的 信徒的地域 他们去采访的家长 他说 你的孩子 他们的灵命如何 然后来做的这些 我把它一部分翻成中文 他提到的是 有几件事情 是能够预测孩子 他长大之后 或者是他们一旦进入青少年的时候 他们的灵命能够继续的 有健康的成长 这些事情 父母亲的调查里面 他们就发现 他一个孩子 你要有这个灵命的成长 最重要的是 他们自己会读圣经 他们会常常的祷告 读圣经 祷告 参加聚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决定的因素 如果一个孩子 他很喜欢这种基督教的 敬拜赞美的音乐 这也是个好的指标 他会参加短宣 教会里面有服饰 更好 然后你也会看见 然后他们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他是基督徒 当然有另外一个 女孩子 会比男孩子 然后他们在灵命的成长上 更稳定 当然他也有包括到 这些家长 他犯错的时候 他会道歉 教会里面有长辈的朋友 在家中 他们常常的来谈论信仰 甚至 这个家里面有孩子多的 孩子的属灵的成长 会比只有一个孩子 或者孩子少的家庭 这些因素 我们或许会觉得 很有意思 可是会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做基督徒的父母亲 我们能够有一个 所谓确实的证据 然后也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注意到 我的孩子 他是不是有读经 自己读圣经的 这个习惯跟行为 他祷告吗 他去教会吗 他在教会里面有服饰吗 他听的是什么音乐 他有没有 这个基督徒是他的好朋友 同时我们也得看自己 我们家长 我们是不是能够那种道歉 孩子认为我们是真实的 或者是我们的亲子关系 总是充满的火药味 而且我们在家里面 是不是也常常在谈论信仰 你我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 我们孩子的灵命健康 我们知道哪一些 是能够帮助他们的吗 愿神祝福你跟我 让我们更加的敏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华人基督徒他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属灵的成长 信徒第二代灵命的成长 其实就只有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 而且都是英文里面用F开头的 哪三个呢? 第一个,那就是他们第二代 我们孩子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习惯 他们第一个,他们需要的是 他们要有恒常的读经 长长的祷告 喜欢参加聚会 而且他们是要能够喜欢基督教的音乐 而不是世俗的音乐 他们也是能够参加教会的服饰 还有教会的短圈的活动 为什么呢? 这些报告里面常常就指出来 而且他说如果孩子他们有这样的行为 或者习惯,信仰的习惯 他们灵命的健康 是更 这个 不是保险 而是他们能够更 我们可以更加的 是说这个他们是有健康的灵命 他们更容易 或者是更有机会 能够在信仰上来持守 第二个所谓的F 那就是Family 就是家长 为什么呢? 他很重要的是 家长他们也发现 那就是这个家长亲子关系 非常的重要 如果是父母亲他们犯错 他们会道歉 父母亲他们在家里面 常常在谈论信仰 还有包括孩子多的家庭 有很多的互动 他们对这个第二代的信仰的持守 就更加的容易 这一些都是来自 这个很多很多大型的报告 那我们也会看见 他还有信仰的成长的 另外一个 那就是所谓的F for Friends 基督徒需要有上教会 这个有共同信仰的朋友 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 信徒第二代的灵命成长 也需要有朋友 他们不但是这些朋友 是最好的朋友是基督徒能够帮助他们信仰的持守 而且教会有长辈的朋友 他们能够给他们劝勉提醒跟忠告 你想想看 你的孩子 这三个F里面 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习惯 他的家庭 我们的家 还有他的朋友如何呢 愿神来提醒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常常听到 这一个名词就是信仰的传承 那就是基督徒的家长 我们多么盼望 期望我们的子女 他们也能拥有那最宝贵的 从神大里的礼物 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信仰 所以信仰的传承的就是父母亲 他们是基督徒 儿女也一样的是 能够是所谓的敬虔爱主的第二代 可是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一旦孩子离开家 上了大学 他们竟然有这种 甚至百分之七十的信仰的流失 那就是他们把基督的信仰就丢弃了 那我们就需要来问 为什么是如此 当然有很多的信仰的第二代 他们离开家之前信这个灵命的健康就不理想 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不想去教会 报告里面 报告里面也提到 那我们知道这些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 那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我们要从小 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 要帮助孩子持续那个读经的习惯 或者是所谓的信仰的行为 那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自己能够祷告 在教会里面很甘心乐意的自己去有参与 而且不是只是参与而已 能够有服事 能够参加教会的短圈 能够有服事 那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一个从一个属灵的健康 当我们看见如果这个孩子 他所喜欢的是基督教的音乐 而不是所谓的世俗的音乐 这都是好现象 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 他们能够有继续读圣经的习惯呢 很简单的 有自己的圣经 自己能够背诵圣经的这些书卷的名字 一年至少读一次 这个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定要 可是他们如果自己能够有规律 那是最好的 而且孩子能够背诵至少十节的经文 这些都是专家们牧者们 他们提供的好的意见 盼望你我也有这样子的意愿 我们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有好的这种信仰的习惯 亲爱的朋友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信徒第二代他们的灵命的健康跟成长 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 然后就是信仰一定要传承 是的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在四世纪的时候 他们竟然这个上一代经历的神 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可是那一代的人走了死了 他们的新的一代 他们的第二代竟然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 你看见没有 信仰如果我们不刻意的专注的 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这个从小就能够接受持守 十年十五年 我们的下一代就远离神 这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一半的这个基督徒在美国 他们甚至认为传福音那个是不对的 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我们所谓的第二代会竟然在恐惧 或者认为改变别人 带领别人来信耶稣是不好的 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 那我们需要的是继续的来提醒孩子 我们不能让他们从信仰上成为一个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我们也需要他们从小就认识 他们的信仰不是他们应该会觉得羞愧的 不敢来分享的 愿神帮助你我有这样属灵的意向 我要培养为神养育 能够为他能够站起来分享耶稣基督大好信息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所谓的信二代 那就是信徒他们的孩子 我们都想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有好的教育 有比我们更好的成就 可是最重要我相信你我会阿门的 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也能认识神 不然的话其他的都不是那长存的永久的 是的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能够像我们一样爱主 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信徒的家长必须自己要认真爱神 这是在神明记里面第六章他说的 那你们要吩咐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而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要同时要付代价的养育我们的儿女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要殷勤的教训他们 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不是教而已 而且要跟他们来讲 而且要常常的提醒他们 细在手上做记号 带在得上为经文 而且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一些都是神要基督徒的父母亲付代价 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为孩子要付代价 英文叫做P-R-I-C-E 就是那个代价 Price 那就是代表的是什么 要由为孩子来祷告 要美好的亲子关心 让我们能够教导 谈论 而且来鼓励他们 神也要求我们的是 告诉孩子 遵守他的诫命 就必蒙福 并不是只是因为 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你也要做基督徒 而是让他们知道 信耶稣 遵守神的诫命 服侍神 会是福气不断 那我们做家长的 也要常常的 讲述神的作为 要帮助他们 生命纪第六章 就是在讲这一些 如何使我们的信仰 能够一代传一代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不愿意 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的孩子成长以后 他们说 我不去教会 我不相信神 这会使我们 多么的伤心 可是哪这一些 我们刚刚说的 哪一个你是要 需要加强的 愿神祝福你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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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信徒的第二代 他们的灵命成长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做这个决定 那就是说我自己要信耶稣 我自己要跟随主 是的没有错 父母亲是基督徒 对他们是极大的祝福 可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 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 我们信徒的第二代年轻人 能够在这个世俗对敌对基督教的 这个世俗文化里面不妥协 而且要坚持他们有的信仰的榜样 那就是你跟我 亲爱的朋友 我们需要的是从圣经里面 然后这一些美好的榜样 那就是提摩泰 提摩泰他有祖母 他外祖母也有他的母亲 然后从小就像保罗所说的 你从小所学的 都所确信的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而且从小就明白圣经 你看见没有 母亲他有独特的角色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提摩泰的父亲 可是不论他是 这个母亲是所谓的属灵的单亲 或者是父亲的角色 是缺席的 我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有父亲或母亲 尤其是母亲来做这个教导 家长也要成为孩子信仰的榜样 保罗特别提醒提摩泰 你从你的外祖母 你的母亲有你心里面 那你已经学习到了 这个是真正的信仰 同时我们孩子也需要有属灵的长辈 来鼓励他们 提摩泰后书第六一章第六节 保罗说我提醒你 用神借我按手在你的身上的恩赐 如何再次的调望起来 每一个年轻人都要有这些的条件 从小就有圣经的教导 有父母亲的榜样 有属灵的朋友 继续的他们一起来追求圣洁 一起学习服事 亲爱的朋友 你我的孩子他们的灵命如何 不要放弃 他们小的时候我们继续 我们一定要教导 成为榜样 安排求主预备 他们有这种属灵的长辈 属灵的朋友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他们很可能对教会会失去兴趣 也会被教会的边缘化 是的没有错 有很多的移民的教会 在这个关怀 关心信徒第二代的灵命上面 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 可是这个责任仍然是在父母亲身上 所以我们要在帮助这个世代里面 所谓的油推骨的 在教会里面他们不会失去兴趣 甚至从窗子像油推骨这样掉下来 愿神帮助你跟我 我们的教会能做什么 你一定要参与 帮助教会 可是孩子的灵命 最重要的推动者 最重要的老师 仍然是家长 在教会里面 亲爱的朋友 我是李道宏 我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孩子的灵命成长 我们也知道 四个孩子里面有三个 竟然在离开家之后 他们就失去那所谓的信仰的行为 不再读圣经不祷告也不去教会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严重的信仰的流失 我们也知道 这些孩子在离开家之前 有许多的已经在对这个信仰 已经失去那个火热 甚至已经不再有真正的那些信仰的行为 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见 的确也有像主耶稣所说的 那些种子撒在那种不好的土里面 他们已经受了迷惑 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属灵的胃口 我们也知道这个从报告里面 有许多的孩子他们已经不想上教会 这些我们 知道 也有的父母亲非常痛心 因为孩子是非常的叛逆 他们沉迷在世俗的音乐 甚至网络的游戏 可是同时我们也看见 有很多的家庭 他们没有规律的参与这种教会 这些都是造成信徒第二代 他们灵命衰退 或者是他们失去这种属灵的健康 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学习 那就是每一个信徒的家长 一定也要有浪子的家长的这个预备 你会说真的吗 是的 圣经里面主耶稣特别提到 这个浪子的父亲 这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确会有儿女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可是他们仍然选择 那个不是我们教导的 不合神的心意的 他们自己要这样做 可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几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不能说 我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 你不要再回来 我跟你断绝关系 不不不 我们需要的是保持关系 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 从来没有说任何的这种负面的 他就是为了保持关系 同时他也绝不放弃 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位父亲 天天在那里 在路上的等待 儿子回来 我们也要对我们所谓的浪子的孩子 然后有同样的保持关系 绝不放弃 总是等待 那等待是 就是为他们祷告 而且你跟我 我们要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为神养育爱主的第二代 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我们相信 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向主耶稣的比喻 浪子的父亲来学习 亲爱的朋友 我是李道宏 我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孩子的灵命成长 我们也知道 四个孩子里面有三个竟然在离开家之后 他们就失去那所谓的信仰的行为 不再读圣经不祷告 也不去教会 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严重的信仰的流失 我们也知道这些孩子在离开家之前 有许多的已经在对这个信仰已经失去那个火热 甚至已经不再有真正的那些信仰的行为 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见 的确也有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些种子撒在那种不好的土里面 他们已经受了迷惑 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属灵的胃口 不放弃 保持你的亲子关系 总是爱他们 因为你爱他们 他们就知道 他们的天赋也仍然爱他们 而且我们等待 对神有信心 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知道 知道这一些所谓的失败软弱的年轻人 他们需要有第二次的机会 就好像保罗的同工 那年轻的约翰马可 他不牢靠 他逃跑 不能吃苦 可是他们需要有生命的导师 有巴拿巴 他来关心 有彼得来接纳 然后也有师徒保罗再一次 然后再托付他 再让他有服侍的机会 亲爱的朋友 你我 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一帆丰盛的来追求 可是的确神也给我们在养育爱主的第二代上 要操练你跟我 让我们一起来追求 来学习 神必丰丰富富的来 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信实的 我们的信仰也能够传到下一代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儿女 也知道他们的父母亲 总是爱他们 如同天父一样 愿神祝福你 我们的儿女 也能够传到下一代 我们的儿女 也能够传到下一代 我们的儿女 也能够传到下一代